中執新同學臺岡雄英 今年二軍風光奪冠 而在完成隊時第二次擴編選秀 加上季中交易來王一正 藍一輪 和翁偉軍三名前樂天好手 團隊陣容架構更加完整 讓管理階層替明年要投入 一軍的戰場更有信心 林隊劉頓阿口中時間過得很快 除了操刀兩次操判 又再走一次擴編的程序 那另外就是今年因為 季中有一個算交易案 那這個交易案也算是自己 承受蠻大的一個壓力 這一年補了不少選手 那當然這中間的過程 也蠻多回憶的 林隊劉頓阿口中時間過得很快 除了操刀兩次重要的擴編選秀 還有要迎接網路上不時的關注壓力 尤其衛泉龍重返終止一軍第三年 就打進臺灣大賽並一舉奪冠 冠軍遊行和新舊世代龍迷共享喜悅 對於臺崗來說 不免俗明年到了一軍戰場 也會被拿來比較討論 我覺得是一個目標 而且是一個蠻值得 也是一個蠻值得學習的一個對象 我們加盟的時間跟衛泉 當時加盟時間比較接近一點 所以選手不管是素質 或是說各方面 就是說尤其在投手這一塊的狀況不太一樣 錦端總教練今天就到 我待會兒去接錦端總教練 那還有極劍一起投手教練 這次也會到 那極劍一起教練他對於海外 尤其是到臺灣 接觸一個不同的環境來指導選手 其實他蠻有興趣的 所以我們也會邀請他 這次他來臺灣這段時間 我們也會邀請他明年的春訓 或是之後他有時間的話 也可以過來知道我們的選手 龍隊學長代學弟三年奪冠 寫下驚奇 雄英由經驗老道的諸葛洪總 首邊幾位熟悉過去辣米狗的選手 都是協助年輕球員 銜接一軍強度的重要輔佐 警官洪和教練利用私人時間 和客座教練極劍一起 一同來到臺灣指導 希望傳承觀念和細節 幫球隊在冬天儲備更多養分 我來替台中生黃華君採訪報導 線上購物獨特一點 找好東西就上CPSocial